在掌握正手搓球的基础上,学习反拍搓球技术,细心体会击球时手腕手指的细微动作,将对增加球感提高上网进攻性起到有效作用。 上一节课我们进行了正手往前搓球的教学。 上一节课我们进行反拍往前搓球的教学。 反拍往前搓球跟正拍往前搓球同样的有一个基础,就是要击球点高,出手动作要细。 带着,啊,基球这一扇呢,带着切,切面,切拍,让球滚动的过往。 注意拇指,大拇指的发力。 拍面。 根据来球的速度高度,对拍面的掌握。 轻一点。 注意,击球完以后,拍子不要再拖下去。 击球完,直接收回来。 前面在正手搓球已经说过。 是没有法这一扇? 到底οι?,击 twent�门涫来一扇。 我是说一扇短。 我不겠有点子在拐体车里面, 何边在这桂桶这一扇中, 这都有几桂桥可以跟 Personen一扇的。 我们的戳球前面说了正拍戳球 现在是反拍戳球的技术 那么下面我们请运动员进行对戳的练习 这是一种基本技术的练习方法 可以在信念疲劳休息的时候进行气味性的练习 终于动作规范在练习过程中 特别是打完球拍子不要往下拖 这种面对面的对戳既可以练 随着来球的位置进行随机的变化 也可以练出手的灵活性和判断 步法连贯 动作一致性 搓 指令 作为回味 抢高点 启动 小步跨出来 好的 搓 好 反拍戳球的技术练习 今天就说到这 希望大家特别要注意掌握 执法的应用和熟练 感谢了 感谢了 感谢了